大家好,我是阿健 茄子是一种常见的食材 看着普普通通,营养价值却很高 俗话说,秋季的茄子滋补如天麻 营养价值也很高 它有清热解毒,消肿等功效 多吃茄子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平时不知道吃什么菜的时候 不妨试试这道茄子的做法 做出来比吃大鱼大肉还要解馋 学会了家人夸理师大厨 下面就跟着我的视频 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茄子和三个西红柿 先将茄子给它削去外皮 秋天的茄子皮比这老一点,硬一点,口感不好 所以我们给它削去外皮 做出来的话更加的好吃 下好的茄子,给它去掉两头 然后改刀切成滚刀块 一定要将茄子切的均匀一点 这样我们在烹饪的时候 也会更加容易入味 切好之后,给它放入大碗里面 往里面加入一瓶勺食盐 再滴几滴白醋 然后用洗净的小手给它翻拌均匀 撒出水分 翻拌均匀以后,给它放一旁 腌制8分钟 西红柿的话,我们一定要挑选这种 又红又透的 而且上面有满天心的这种 这种西红柿吃起来特别的甜 将西红柿给它打上十字花刀 然后再给它放入碗中 用开水给它烫一下 方便去皮 将蒜子给它拍一下 这样更容易出蒜香味 接着将它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 准备一小块生姜 先将它切成片 然后切成细丝 最后给它切成姜末 再准备点葱白 也给它切成末 切好,给它装入小碗中备用 葱叶的话,将它切成葱花 切好,给它装入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个青椒 给它去蒂 然后切成滚刀块 给它搭配一下颜色 这样做出来更加的有食欲 这时候咱们的西红柿也泡好了 然后给它取出来 撕去外皮 我们来看一下 用开水烫过的话 非常的方便去外皮 去好皮之后 将西红柿对半切开 把中间的硬心 给它切掉不要 不然的话会影响口感 再改刀 给它切成大一点的块 切好之后 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茄子也淹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撒出了很多的水分 然后把多余的水分给它倒掉 再用手 给它用力挤压一下 挤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的生粉 加点生粉 能使它的口感更好 吃起来更加的绵软 然后再用洗净的小手 给它翻拌均匀 让茄子都裹上一层薄薄的定粉 搅拌至茄子颗粒分明就可以了 茄子煎好后 我们再来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一勺清水 一勺生抽 一点点的蚝油 小半勺的食盐 再来点白糖提鲜 小半勺鸡精 一小勺定粉 然后给它搅匀化开 搅匀之后 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将锅烧热 下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微热的时候 下入茄子 给它煎一下 一定要用筷子给它夹 一个一个的分开 这样才不会粘连到一起 开中小火给它慢煎 先不要着急给它翻动 将它煎至底部定型 然后再给它翻一面 如果将其条件允许的话 咱们也可以用油炸 但是这样煎的话 比较省油 茄子做出来 吃起来就一点都不会油腻 先扔像这样 三面金黄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盛出来 放入碗中备用 锅中再次加入30克花生油 油热之后 下入葱姜蒜 给它煎香 煎香以后 把西红柿给倒进来 然后固定的给它翻炒 煎炒出汤汁 炒出汤汁以后 再把青椒给加进来 然后茄子也给它倒进来 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 给它翻炒均匀以后 再把调好的料汁给倒进来 继续的给它翻炒几下 炒至汤汁稍微浓稠一点 汤汁也不要炒得太干 有点汤汁的话 这样更加的下饭 像这样一道非常美味的 西红柿烧茄子就做好了 吃起来酸甜开胃 软弱下饭 最主要是少油少调料 特别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吃 喜欢的朋友 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 给家人安排上 再撒上点迷死人的葱花 美味继承 吃起来入口即化 一点也不油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阿健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哦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喜欢 再分享 找阿健 天天相见